今天呢是庆祝节 所以呢 咱们是不是先用掌声来祝福所有的父亲们 庆祝节欢迎的话 参与里边有多少个词是表示父亲 除了爸爸之外 各位才能说出多少 想一想 你可以撒出来啊 这是除了我们当然有人叫爸爸 有人叫大的 有人叫父亲对吧 有人叫老爸 有人叫老爷子 中国人管父亲这个词 有170多个社国总经书来的 非常有意思 你刚说在南北朝唐朝的时候叫什么 各位 阿姨 对不对 这个 阿姨一个不大的木兰龙上修 那个就是爸子的意思 唐代的时候呢 最有意思的 唐代的时候管父亲 还有一个叫 是令你震惊的 叫哥哥 唐玄东说四哥人孝 指的不是他四哥人孝 而是他的爸爸唐瑞宗 所以你看 那历朝历代呢 延续下来 我认为爸 这个词有这么多叫法 对不对 我再考一下各位 爸这个词 是个新词 还是个旧词 是现在词 还是过去的词 现在词 对不对 错了 各位 三国张一 拍的一本书 那上面写 爸 父也 名乃 这种字名 也会正字通 上面写 爸爸这个词 源于中国西南的少数文章 所以爸爸的词 从三国时代就有了 给父亲们可悟一下 对不对 为啥我这种动作呢 看着我这个头发的发亮 那我也是一个资深的父亲 对不对